法莉娜的政治秘书阿迪卡 今天火速表演的故事 就是林冠英同时发表适得其反的言论 阿迪卡说 虽然内阁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 一个结论了 教育部也发了文报的强调了 那为什么林冠英还要和法队长 同一个彼此出气呢 抓着教育部长来开骂 那如果法莉娜真正为是 在许多绝对您暂时的话 或许多绝对您这个反对的 很犯人 如说的其务中 如同前 她又莫迟 temas 愿意皆是 一位议员和教育领袖 你能实属有限的对 电视规定 有些逃避和种族问题 至于另外一位 被佳明无端端插手的OFT 在Tiktok 拍拐 副性能 当一个民体的 不起质 这个人能提到 明明特意 明特意 更新冠军 是不是 继续 未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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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有媒體今天也在活動上邀請林冠英回應一下這件事 那林冠就曾經說 所謂針對教育部長的善逆提醒 這是他的事物太誇張了 他說 昨天那場記者會是在打散開的 當教育部呢是下午才發出內容的 當時只有中文包的記者在場 是因為覺得的媒體都是轉在中文媒體的內容 那故事呢 教育部長的秘書還是個虛擁的說 不了解媒體的意義做才會找到一個英文 以為是他林冠英故意在針對法尼納的 但是林冠英他就解釋了 身為團結政府的議員 他會提起媒體的負責決定 好 首先進展資訊 希望登場媒體的行方域行職刑 登場研訪機率會到行動大域 在節目必須要到媒體的行程 在節目裡面談到國際的榜園的優勢 這些很重 但是以後來再做這個解釋 同樣也是很常人 想知道故事說了什麼就別走開 柔和聲音將最近出現的一名 追蹤追蹤通過馬路 即時追蹤掌握頭座的配合力 模仿道的電流網民 但是在記憶器的畫面 都抄在網路上之後 原來這名配合力 他必須要在你 他必須要在我的地方 請坐 祝你 中文字幕——YK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